小胡子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一位粉丝问我 比亚迪汉一威和特斯拉摩托三 该如何选择 大将驾后的特斯拉摩托三 质量怎么样 能不能用入 这俩车哪个后期更稳定 又是说到了比亚迪 还有这个特斯拉 这俩车子嘛 都买特斯拉的 都说自己的好 买比亚迪的康米特斯拉 买特斯拉看比亚迪 特别是现在特斯拉大将价之后 这个确实是吸引了很多人去购买 也不知道这些车是不是适合 这里就盲目的去买 买了很多人也后悔 是不是 这俩车家里使用哪个更好呢 还是比亚迪汉一威 综合对比更好一些 更适合一家用 家里有第一部车子 买第一部车 我想还买新的员的 建议买比亚迪 更加实用一些 空间方面各方面综合 是不是来讲 更好不些 如果家里买第一部车 买特斯拉不建议的 如果说买第二部车 喜欢操控好加速好的 辅助驾驶 这块更完善的 能选特斯拉可以 这都是他的优势 他略实是啥呀 那是简单 根音不好 底边挺用 掉电快 是不是 这都是他的缺点 而且撒车系统 我还出了毛病 对不对 去玩操控好 年轻人单身人士 可以选特斯拉 并且现在降价了 特斯拉摩托三 23万24万就可以拿下了 相比挺高的 可以建议看看 但是家里如果第一部车 或者是注重哪个 中央速度更好的 选比亚迪汉伊尾也更好 比如说自助驾驶 虽然没有特斯拉那么好 但是辅助驾驶 当然是可以的 辅助驾驶 而且空间更好一些 内饰用料也更好一些 隔音各方面 底盘调调的更舒适 没有那么硬 是不是 家里使用的 更好 更适合一些 而且他这个安全隐患 也是很稳定的 自己家生产的 刀片电池 是吧 BSS混动系统 再加上自己家 什么东西都自己生产的 所以说他这个衔接的时候 安装的时候 更成熟 更稳定 减少了安全隐患 他不像特斯拉 他说的东西都是 外部去采购 供应商提供 然后自己组装 他有些安全隐患 他发现不了 你别人生产的东西 出现什么忙 你是不知道的 是不是 所以说 后期的安全隐患 要差一些 是不是 我想买一些 买麦腾的 买开尔美瑞的 买帕拉特的 买雅阁的 现在我可以买个 特斯拉摩托三了 一想 价比也是很高的 是吧 但是优点和缺点 是并纯的 大家去记住 那里面有开过 或买过这两口吃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